在2016年香港有接近5,000宗肺癌新症 接近4,000名肺癌病人死亡 那在治疗肺癌方面 有什么最新的治疗方法呢? 肺癌根据其扩散的程度 可分为零至四期 而不同的期数有不同的医治方案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当中 大概三分之一为第三期 癌症只有局部扩散 至于第四期 则已扩散到其他器官 直至90年代肺癌的治疗 只是局限在外科手术、电疗和化疗 目前病者有更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第三期不適宜做外科手术的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他们在接受了根治性的同步放化疗之后 应该进一步接受免疫治疗 抗PD-L1抑制剂 去控制肿瘤 防止复发和增加传活率